踏入10月,环球股市同步深潜,就连家中一向很少关注财经新闻的小伙子,也对此感到疑惑,小疑的问题非常基本,就是什么因素,决定一个市场价格的高低。 刚好,朋友在群组转发了像树资本创办人,最近一篇公开访问,正好回答了他的问题,具体而言,认为,投资者必须要对现时正处于经济,及市场周期的哪个位置有个客观的判断。 目前,美国经济已处于上升周期的后期阶段,虽然没人能事先知道何时见顶,但为审慎起见,投资者现时的投资策略,应该是打手势波为主,对于最近美股的回调,作为一个审慎的投资者。 他老人家没有扬言,美股现时就是处于大型的转角位,因为过往的经验告诉他,美股目前的估值虽然偏高,但历史上亦曾经试过更高的估值,老年的投资者,会知道什么是他们肯定知道的事实,反而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,会轻率地为未来作出预测,而忘记了市场存在各种的可能性,调整市计请用,金融市场的短期上落, 往往是由人的心理因素造成,只有大型的经济周期,才会决定资产价格的中涨线走势。 以美国企业目前身处的状态而言,市场环境可以说是好到不可能再好,今年美国大幅减税,企业盈利单单因为税务宽减,便已被推高达20%以上。 另外,目前全国处于全民就业的状态,消费者信心高企,企业收入因而水涨船高,随着经济进入高原地带,劳动市场开始人手不足,燃料,工资,进口关税等持续上升,势必对明年美国企业的利润率扣成不少的压力。 也许,除了市场的心理因素之外,美股投资者也正在逐步面对上述,越来越不乐观的客观现实,随着全球经济火车头的美股开始步入调整周期,包括港股在内的新兴市场,由于事前已调整了不少,或有机会教美股做一步见底,为考虑到过往的市场惯性。 若美股真的步入雄市,新兴市场恐怕也很难会独善其身。虽然我们不能确认美国经济已进入下行周期,但目前肯定不是请一时之勇的时候。